今年的自由市场开启后已经爆了好几个猛料,其中就包括了詹姆斯离开骑士加盟胡人,而胡人队的大动作不断,为了确定自己下个赛季能夺冠, 他们还给詹姆斯物色的一个帮手,近日,胡人的领导曾与开拓者进行了一次谈判,初步方案应该是2块1合作,上个赛季,开拓者几后赛的表现非常糟糕,在对阵新奥尔良的比赛中,他们竟然4比0被横扫了,如今他们急需要改变自己的打球方式,于是决定将自己的专属制定者,与当家和希莉拉的赠送给胡人, 而开拓者当家老大利拉德,今天回复求您现在交易提问,如果开拓者对交易,你告洛杉矶胡人队是联手詹姆斯,你会乐意吗? 利拉德在社交媒体引用网友问题回答道,我是个典型的乐天派,啥都乐意,而胡人需要付出的代价仅仅是报案与一些现金,尽管可能要付出不少的钱,会打出血一次,但能够得到利拉德, 对胡人来说,这肯定是不亏的,下个赛季的勇士,在得到考献斯后进一步加强,勇士已经拿了三个总冠军了,再加强的话,估计没有任何人能终结他们的胜利之路了,考献斯是NBA公认的第一中锋,目前他已经跟勇士谈妥,彻底决定了加盟勇士,同时考献斯还是降薪加入的, 尽管还是第一中锋,但勇士似乎对他不是太感冒,就连维持原来的年薪都不愿意给他,考献斯目前还没有获得过NBA总冠军,想必缺神加入勇士,也是为了证明自己拥有夺得总冠军的实力,在考献斯加入之后,勇士已经变成了完全体, 他们的超级舞巨头,已经成为了联盟最强,就算是当年乔丹的公牛队,想要战胜如今的勇士,几乎也是不可能的,可以确定的是,下个赛季更强的勇士将会所向拼命,由美国的专家进行了预测与分析,下个赛季夺冠军几率最大的,依然会是勇士,那么除了勇士之外,还有哪些队伍有机会夺得冠军呢,他们分别是火箭, 凯尔特仁与胡仁,这三支球队是目前最强的球队,精华勇士拥有五巨头,但他们依然有跟勇士一战的能力,除了这四支球队之外,其他的球队几乎是注定要陪跑了,此前以詹姆斯为核心的骑士队,在失去了詹姆斯之后,已经沦为了一支二女